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要來玩這款遊戲是三國雲夢露 那我們今天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新手開局可以用的禮包好序號還有隱藏虛寶 這個新手開局推薦選擇陣容還有抽的主將推薦介紹 好那麼首先的話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新手開局一定要領的福利禮包 那我們要對話我們就先點左上角的人物頭像 然後在右下角這邊就有禮包嘛 好那麼這邊就可以直接輸入這些禮包碼 首先是DC三個1 DC三個1 好然後這都是Discord出來的 可以加入一下他們的官方Discord 然後DC1三個9 DC1三個9這邊還有一張的招募券 然後接下來可以輸入這個DC DCDS然後三個6 DCDS三個6 好然後接下來是FD FD三個6 FD三個6 好這邊有高級藏寶圖 然後接下來是FD CN三個8 FD CN三個8 好都是稍微一些這個虛寶 然後GAMER GAMER 還有一些寶石 然後接下來是HUI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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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接下來可以輸入SQ 剩個6 SQ剩個6 好然後接下來是 SQ NL 剩個8 SQ NL 剩個8 好接下來還有 DSDC 剩個8 DSDC 剩個8 好接下來是這個EGAME PAY 好然後這邊都是可以領的這些招募券 那如果你們之前有參加過事前預約的話 那也記得要來到這個事前預約的頁面去領取 那點右方的話這邊就有一些寶箱頭像 還有稱號 重點的話這邊還有一些招募武將 那這邊的武將他是有機會會出這個紅將的 所以說有這個參加的話 記得一定要來領啊 那領的方式也是把剛剛看到這些虛寶直接貼上來就可以直接拿 這邊都還是有一些額外的福利啊 好 那這個應該就是每個人都不一樣哦 所以說大家要輸入去查詢自己的 好這邊有一個稱號 然後接下來是武將 好這邊有一個趙雲 不過衝到這些應該是沒有什麼用啊 有個禮盧 好然後最後一個是 甘寧 橙色的才比較有用一些 好然後接下來呢這個雷電商店也一樣是有這個禮包 這個禮包真的是非常多啊 好那這邊在我們雷電商店第三個禮包 這邊的話就遊戲虛寶 那你們這邊可以登錄一下自己的這個 google帳戶 這邊的話就可以領取了 好看一下這個 YUN剩個6然後剩個8 然後LD剩個8 然後LD剩個8 然後接下來這個LD剩個7 然後還有這個LD剩個6 好本來應該都是蠻簡單的哦 那大家可以來這邊一樣是可以列 幫大家測試一下 好我們輸入一下這個LD剩個6 好有些禁監石還有便念石 現在改成3個7 然後3個8 好一樣都是可以領的 然後接下來這個YUN 3個6 然後接下來出入3個8 好都是領取成功 然後在8號這邊還有專屬的虛寶活動 那活動期間是到721號 而且送完為止哦 那你們只要進來這個網站 之後呢到下方 這邊選擇自己的一個新英武將 好現在我們就 隨便選一個這個張心才 好確認選擇 好然後這邊他就會把這個虛寶 送到我們的信箱內 我們可以打開然後在這邊 就是可以拿到這個獎勵哦 那一樣是到剛剛的地方 去貼上 然後按兌換確認這樣的話 就可以達到6張兌換卷 還是蠻不錯啦 好然後接下來跟大家推薦一下 這個新手開局推薦選的陣容 那其實遊戲策劃在這邊的話 就已經把個別陣容推薦的武將 都已經列出來 那其中呢如果你是無科玩家 可以想要前期有些體驗的話 可以玩一下我們的群熊 我們群熊整體角色的組成是蠻簡單啦 那前面的話可以先把賈曲 升到惡心哦 技能直接從隨機三人 這個提升到隨機五人 那這個傷害直接暴增 而且他們群國的被動都可以 造成這個生命值上限的傷害 而且還可以恢復最大的生命值 然後再搭配其他角色的這種 控制能力前期的話真的是非常強 那其他你們可以選擇玩衛國 那衛國基本上就是單獨培養我們的國家就可以哦 那他四方技能是就可以 恢復支撐大量的怒氣啊 基本上是勇動機哦 然後再搭配他的暈眩控制技能哦 把所有資源都投資給他就行 然後再來就是比較需要稍微刻一點點哦 就是我們的蜀國啊 那我們蜀國可以專門培養我們的諸葛亮啊 那紅匠的話當然是比這些層匠還要強啊 而且重點是我們的諸葛亮 他的技能是對隨機三個五匠哦 會相比來說我們的趙羽 我們趙羽他的技能是對敵方重牌啊 所以說可能會因為敵方的站位 而就是輸出會比較少 那我們諸葛亮相對來說是會比較穩定啊 而且後續生產性的話也可以獲得更多的怒氣點 還可以再行動一次哦 好然後最後則是可能需要大克比較推薦玩的五果啊 那因為五果需要培養的角色相對來說比較多 而且他是先易後揚啊 所以說先需要扛過前面幾個回合 等到他的身上的枷鎖完全被去除後 才能夠發揮他完整應用的實力 所以說如果你本身那個角色的練度不夠 那可能在前幾個回合就被其他陣營直接秒掉啊 那也需要搭配其他的輔助角色哦 幫忙清除這些枷鎖 那如果這些幫忙清除枷鎖在前面就被敵方直接秒掉的話 那你這個開啟啟動的回合又會再拖延非常多哦 而且五果的武將基本上前期是要培養我們的孫策 然後中期培養我們的周宇哦 然後到後面的話可以培養我們的陸訓哦 那陸訓是限定角色啊 所以說也是要抽的哦 好最後則是看一下這遊戲的新手福利啊 那我們福利這邊線上簽到獎勵 好這些就基本的獎勵哦 這邊還有一些特匯 好那最主要的話應該是在我們的活動這邊哦 活動這邊這邊三次等就可以天天領持連哦 然後主線萬連只要通關主線就可以送1萬連抽啊 然後接下來在我們的 呃圓夢女將哦 這邊也可以去投票 也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獎勵資源 然後最後是郵禁信箱的獎勵哦 那我們這邊預約獎勵就是發送到這裡面啊 啊有個機甲雲妹哦 這些全部都領取啊 好那最後我們也是來試一下那個 那個招募的機率哦 那基本上招勵木機率沒有什麼好說的啊 紅色品質0.08% 那基本上就是要心願抽滿的話才會抽出來啊 好那這邊就直接先這邊先抽一下啊 那個10抽 這邊要抽出來是蠻困難的 好抽到恐龍尋國冰凍輔助 好那就是開局的福利啊 那也是要透過後續的這個繼續推主線哦 那推主線還是比較重要啊 可以拿到非常多醜哦 然後盡量去加入比較好的萌 這樣的話才可以拿到更多的支援福利啊 好那我們以上就是今天的這個 三國與夢露的禮拜好需要分享 以及官方推薦的最強所抽角色陣容介紹 以及新手拍局福利分享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咯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